music 加息, 貿易戰等因素, 離淡流市 升幅減慢, 易守承交減少 部分地產代理, 為球搶 Chart 一向都扭盡六人 現在市房轉壞 更加從陰招進出 筍 actually ISE prova 新樓盤推介 九龍灣、淘大花園 510萬上車盤 對正港電站, 順利了 是不是有這個盤費? 真的剛剛賣了 有沒有這麼巧? 好, 去南田 麗港城517呎 兩房單位放698萬 比市價便宜了幾十萬, 順利了 698那一間, 原來是不可以的 加了價錢 以前他提到這口價 到我們認真再問的時候 他才出去看看股價 或者問行家市貨 因為他買來收中 有價錢就放 是不是? 我們翻查各大地產代理的新近成交 同尺碼單位最新成交 已經要800萬 要時光倒流回到今年年初 才有688和690萬的成交個案 這個所謂筍盤, 是不是留的? 原來這些叫做影子盤 英俊可能為了吸客 自己俄稱有一個這樣的單位 一般可能比市場便宜 大約10%左右 竟然用假盤吸客 分明靠騙而已 地產部是這樣 那網上地產代理又怎樣呢? 你們公司寫著有個量延居的低層單位 我有點興趣 售價是770萬 770萬, 這個單位已經買了 是不是近期才成交? 應該成交一個月以上 整個月前賣了的盤還放在這裡? 引到你打電話來 又怎會這麼容易放手? 耿心水埔這邊有個新樓盤 這個現在是剛剛有示範單位可以看的 如果有量房單位的話 在說800萬左右都有價值的 當然要收你買新樓盤 佣金也高一折 地產經紀陰招搶客 除了一個淺字 還因為增多足少 開不到單位就隨時有這樣的遭遇 為何你開不到單位? 你沒有資料 你沒有質素 你養蠢 你整個黑衣服要怎樣做? 你不開了, 你回來做甚麼? 你回家吧 被人敢罵 怎會不出盡招數搶生意? 好善你招? 製造假買家 經紀為了加快速度 去促成一宗生意 有時候會討清有其他買家 跟你在競爭, 爭取這個盤 讓你快點去做決定 為了交數 有時還會蓄意隱瞞事實 隱瞞壞消息 我問過你很多句 問你是不是乾乾淨淨? 陳樓是不是乾乾淨淨? 你要清楚明白地回答我 那你現在是不是在欺騙我呢? 陳小舍今年3月在屯門看中了 一個比市價便宜5%的 單栋樓中層單位 為求穩陣 他落定之前上網翻查單位 是否空宅 一查之下, 發覺有些可疑 他立刻質問經紀 他就說是天台跳下來 如果就算是空宅的話 最多是三樓是空宅 也不會跟你那一層有關 你那一層是十多樓 這樣說 經紀一面安撫 說跳樓沒有影響他 一面催促陳小姐落決定 陳小姐不放心 再打向銀行 竟然估不足價 這個單位要Discount 那我好震驚 為何要Discount 他說這個單位同層的隔離 再隔離 其實就是發生了一些空宅案 那我就說 蛤? 那地產代理沒有跟我說過這件事 經紀初初沒有說 就算陳小姐追問 都沒有說同層單位有人自殺 幸好陳小姐夠冷靜 才沒有入錯貨 就算是買工商店 遇上無良經紀出陰招 隨時都會血本無歸 假著數,忍入局 昌哥在今年初 在街頭被地產代理 推銷荃灣一個工廈細拆的工作室 看中了一個200呎 260萬的單位 銀行可以至四成 我們發展商可以至六成 我自己有幾十萬里的積蓄 想投資下去 於是他在2月27日簽了林約 3月中簽了正式買賣合約 叫我下了兩次訂賣 下了五十九萬多月 那時我們差不多是筆身積縮 原先的代理說 可以幫他去銀行和發展商做按揭 誰知道 一路自己到處找銀行借 借也借不到 銀行始終不做 一聽到斬契、分契、公下就不做了 原來銀行和發展商都不肯按揭 代理事後提供了一間財產給他 不過年息高達12厘 每個月要還18000元 他根本就負擔不了 唯有放棄交易 幾十萬首期冷過水 跨大消息,聯翠鋒 別以為小單位的交易才多狡猾 億億的地鋪 地產代理一樣會用相同手法靠吹 工相經常會說附近有什麼重建 什麼大的發展商在收樓 你發覺任何靜的地方都在收樓 收樓就覺得 那變成有重建前景 豈不是會旺返 究竟是否真的在收樓 是否重建前景 是否有什麼基建 其實很多時候都叫吹水吹過龍 買樓還是買店都好 地產代理不良手法,日新月異 所以就要更加留心 看清楚、聞清楚